28.2 制作自己的微博网站 在这一节主要包括28.2.1 制作网站需求分析 28.2 对于网站的配置分析 28.2.3 网站制作步骤 28.2.1 制作一个微博网站 我们首先要进行需求分析 确定网站的主要功能 这里面我们分成前台和后台 前台功能包括 1.用户的注册和登录 2.微博信息的发布和管理 包括微博信息管理和分类选择功能 其中微博信息的管理功能包括 微博的添加删除和修改 分类选择功能包括 用户所发表的微博归类 即设定不同的标签 另外用户还可以评论 以及转载其他人发表的微博信息 3.未注册登录的用户 也可以对发表的微博信息 进行查看浏览 系统后台功能包括 1.管理员登录 2.管理员主要对后台数据的操作修改 包括用户信息的添加和修改 微博信息的修改查询 用户标签的管理 微博分类的添加和删除 系统公告的添加和管理 另外还有对用户反馈的问题进行答复等功能 28.2.网站的配置分析 微博网站系统主要采用ASP加SQL Server来进行开发 Web服务器采用IIS服务器组件 28.2.3网站制作步骤 首先进行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当中主要包含的表 包括用户信息表 关注组表 标签表 私信表 微群表 普通消息表 消息话题表 消息评论表 群消息话题表 收藏表 关注表和转发表 2.功能模块实现 这里面我们以首页为例 首页的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功能模块 注册登录模块 网站公告模块 微博信息分类模块 以及微博点评模块